和平 這個世界的安定和平 人民幸福安落 確實可以得到 謝謝師傅 您這四段開始我覺得是一段比一段精彩 實在是講到這個科學跟我們的生活 甚至息息相關 每件事情都應徵到我們的生活裡面來 真是一時間的關係 好像是不得不做一個結束 我最後再一次感謝師傅 我有一個我自己小小的感想 有一次我看仲晴小姐她寫一本書 她跟鄭正房鄭教授到德蘭撒拉去看達賴喇嘛 她說她去的時候 那天達賴喇嘛在一個山邊幫藏民來加持 她說這些藏民是他們從西藏來 要走那個山路走到德蘭撒拉 差不多要一個月的時間 她給他們加持的時候她看得非常感動 但是後來她更感動 為什麼呢 因為她看了那些藏民 因為走了一個月 他們大概本來就很貧窮 所以他們走了一個月以後 他們穿了那個破的鞋子 已經就更破了 破到幾乎就已經不感慨這樣子 但是她想到說這些藏民 接受了達賴的這個加持之後 他們必須再走一個月的時間 才能夠回到他們的家 因為他們並不是要來住在德蘭撒拉 所以他們受到加持之後 就像我今天聽了師父的開示之後 我不是就住在這裡了 我還要回到那個家 但是我回到家 我只要幾分鐘的時間 可是這些藏民 他必須再走一個月的時間 穿了那一雙已經破了不成樣子的鞋 要再走三十天才能夠回到他的家 那個仲庭小姐說 他的眼淚就掉下來 所以她說後來這個達賴給他們加持完之後 一轉身他看到達賴 他就馬上就會 就沒有人要他這樣子做 但是他就心受感動 就當場就跪下去 他說他感覺到 他後來跟我講 他說他感覺到 就是說一個人這個心神 要獲得一個靜定 就有一個依賴的時候 他必須去到一個地方 但是那個地方就是說 如果你是一個政治的領袖 就是沒有一個人看到總統 他會跪下來 但是他看到一個宗教 就是一個宗教給他那樣的一種安定的力量 他會做這樣的事情 而且這個事情就是說 他一輩子 他是完全真正發自於他內心 想做的這樣的一個事情 所以我今天 我是 我跟這個卓小姐講說 我本來很少早上起來 但是我今天來到這邊 就是心情非常 就是有一種充滿發喜的感覺 正是這樣子 但是我用這樣 我心情的一種感激 來謝謝師傅對我們開始 謝謝你 謝謝 謝謝